爭議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過去我們講過 中橫雙統石案 沒有看過的小伙伴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去觀看 被害者在深山被棄屍 本來應該是找不到屍體 所以陸陸續續發生了許多離奇巧合 真的讓人家感覺 舉頭三尺有神明 而今天要來講的故事 是發生在靈異事件頻傳的 新北市平臨北夷公路 這次能追到真凶 也是發生許多無法解釋的現象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故事 北夷公路旁小靖 驚見一具屍體 雙手被切斷 全裸面容腐爛 生前唯一聯繫是名嬌小美女 她投出媒體喊冤 與命案無關 是真話還是謊言 來看這起北夷斷掌裸失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北夷公路 而且是晚上去 彎彎曲曲的陰森山路 加上九彎十八拐的靈異傳說 應該讓不少民眾夜晚經過 心裡都會覺得毛毛的 接著我們把時間推回到 2008年6月的最後一天 這時有名民眾開車經過這段路 她突然尿急想下車解放一下 去遇到她人生最可怕的一段畫面 平常很少人經過了偏僻產業道路 突然出現一輛轎車直往離開 但過沒多久卻加速原路折返 車上駕駛一臉驚恐 因為她發現一具雙手被砍斷的赤裸男師 被丟棄在樹叢裡 黑漫漫的山路看到實體 而且還是不尋常的裸師 即便是在深山 所有媒體加上SN車 立即趕往了現場 因為這明顯是一樁 報復性的雄殺案 民眾發現時 死者全身赤裸 用芭蕉葉覆蓋 臉部朝下 雙手的手掌被砍斷 後腦還有遭棍棒重擊的痕跡 死亡將近一個禮拜 不過檢方在現場採證後 沒有找到大量的血跡 研判這裡並非第一現場 看得像是人 我就報告 有檢查 你檢查什麼 沒有 我看到是頭 這背部看到了一點 哪有穿什麼 沒有 沒穿什麼 你看到牠的傷口 比較嚴重還是什麼 沒有 沒有 看到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怕死 才有可能 再給我們看 被欺失深山 顯然是想要眼人耳目 但是衣服脫光 以及把手掌截斷 到底怎麼回事 這時警方突然發現 嫌犯並不是出於報復 而是牠的心機十分狡猾 知道警方採證 需要DNA跟指紋 接下來連死者身分 是誰都不知道 成了警方面臨的 第一道難題 他的那個雙手是被人家截斥了 是把牠的手掌都砍掉了 後來我們經過法醫的檢驗 發現牠是被勒畢 然後勒畢之後 再把牠的手掌砍掉 然後流血過多這樣子 唯獨雙掌被切斷 警方不排除是黑道執行家法 或者是死者炸毒遭到懲戒 有可能是故意讓警方 採集不到指紋 手有被切割的痕跡 就這樣子 有可能是牠殺 這利刃嗎 應該是 有外傷嗎 其他的 其他外傷有遇傷 腳部有遇傷 其他不太明顯 腳部有遇傷 那現在任何有特徵嗎 就比如刺青或是 沒有 都完全沒有胎記 從死者議題上面 幾乎找不到有用的身份線索 但警方辦案 還是能從其他方向來著手 包括牙齒還有DNA 但DNA 關鍵的是需要有犯罪資料 才會歸檔 而齒膜也得需要 醫院方面提供相關資料 只是茫茫人海中 到底要找誰來比對 警方再一次的陷入困境 它特徵的部分 它在於牙齒的部分 它那個門牙有斷裂的情形 牙齒不整齊 當然斷掌各種可能性 我們都不排除 那個 也會造成偵辦上的一些 指紋上的驗證的困難度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路徑 可以來做其他的偵辦模式 可以確定那斷手是利刃造成的 有可能是生前造成 就這樣子而已 生前啊 為什麼是生前 就生前啊 是一個血跡的反應是紅 還是雨血跡 這個是法醫跟我講的 那實際上 確切的原因 還要看到檢驗報告 就在這個時候 警方發現兇嫌百命一輸 竟然在現場 留下了這麼一個小物品 加上家屬懷疑自己的親人失蹤了 主動與警方聯繫 也確認了身份 但這時候警方鴨子滑水 並沒有主動公布這項訊息 為的就是要讓兇手失去戒心 那現場有留有一個香包袋 香包袋 就是掛在那個脖子上的香包袋嘛 當然這東西真的是發往回回 因為它就是有那個香包袋 沒有取下來 已留在現場 那個香包袋剛好又是資格家屬 所認出來的最關鍵的 懷疑的對象是有可能是什麼樣的造型 不是游民啦 不是游民 不是游民 對 有身份工作的 有身份 對 那確切的話 當然是等到DNA比對鑑定結果 只是說我們目前有大概掌握到一個 比較疑似有可能的身份 除了確認死者身份 也得趕緊找出兇手的行蹤 但在深山裡 不像在城市中 有天羅地網的監視器 但彷彿明明注定 在深山中的 這一個小轉角上的小小電眼 也就是拍下 目擊者嚇壞的關鍵監視器 拍到了這一幕影像 出來了 出來了 案發電眼屬於偏僻的 那個產業道路嘛 在山居流 所以監視錄影器就是 說真的非常少 不像市區那麼多 但是就是 就是有這樣的一支監視器 清清楚的拍到 有一輛車經過 那輛車經過 那輛車經過我們 查閱他們的車號 結果發現 跟當天死者失蹤 時所聯繫的人 所使用的車輛是一樣的 警方釣魚後發現 在屍體曝光前的一個禮拜 也就是6月25號的 晚上9點多 這輛關鍵的轎車進去之後 10點半就離開 並沿著北宜公路 往宜蘭方向逃逸 與此同時 警方也正式公布了 死者身份 警方連日追查 6月30號在北宜公路山區的 段長裸失命案 案情有了重大的突破 警方確認死者的身份 死者為63歲的 張姓外省籍男子 之前在台北 從事代課錶框業 由於屍體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死亡5天左右 浮腫潰爛難以辨識 死者叫張俊元 63歲 姓名錶框店的老闆 親友表示 在6月25號晚上 就突然失聯 而一名郭媳女友人 向警方表示 最後一次碰到她 是送她 去跟一名夜姓女子 還有陽姓男子碰面 如果她失蹤 肯定這兩個人脫不了關係 而另一頭 調閱監視器的進度 也有了重大突破 在7月4號的下午3點半 警方在台北市 逮捕了其中一名嫌犯 你有殺害剛介紹嗎 那斷手在哪裡 斷手呢 斷手現在放哪裡 手現在在哪裡啊 又在哪裡了 我去 去出去 車那天是你開的嗎 你有借給別人嗎 你有借給別人嗎 有 人是你開的耶 為什麼要下手 警方調閱通人記錄 發現楊永德 跟另一名涉嫌犯案的 葉婷瑜 在6月20號當天 手機的行動軌跡 幾乎是一致 所以不排除 是兩人共謀犯案 但就在逮捕楊永德的隔天 葉婷瑜卻悄悄的 想透過小三通潛逃出境 畫面當中的女子拿著包包 準備通過茶葉門 犯下斷掌殺人案的 葉姓女子被海關認出 發現葉姓女子已經被限制出境 但當時葉姓女子 尚未列入通緝的名單 所以行警只能眼睜睜看她 搭機返台 一下機人就不見了 葉管作為都是限制出境 我們都是依規定 予她開立那個限制出境單 因為沒有通緝 葉婷瑜一回到台灣就消失了 警方錯失了歹人時機 甚至連在她的住處也鋪工 而葉婷瑜似乎早就知道 自己被警方盯上 從那時候開始 她就非常低調 隱匿自己的行蹤 位在台北市松山區 熱鬧地段的這一棟 五層樓高的套房公寓 就是葉姓女子嫌 之前的藏身住所 不過當警方找上門 她早已不知去向 就連套房也已經被法拍出去 最近不是說那個婚事案之類的嗎 對 所以 是由警方來是不是 對 警方有來找她 對 她住在這邊多久 不是很清楚 其實她這個還滿 即使年過四十 依舊保持量力外表 在個人照上還會筆除 勝利手勢吸引目光 她是葉婷瑜 扮下斷掌殺人氣勢案的幕後主賢 從照片上看 葉婷瑜長相清秀 身材嬌小 而她已經離過一次婚 沒有小孩 很難看得出來 這時的她已經四十四歲 表面上她說自己是導遊領隊 也自稱是觀光協會的副秘書長 但其實她是經營不動產買賣 有許多的詐欺前科 不難想像她的交際手腕相當的高明 也有複雜的男女關係 這時候警方釐清 她與63歲的張俊元關係匪淺 不但同居過 還相約去屋來泡溫泉 想當然了 她要的不過是錢 如果說經濟上不許可的話 你要借錢對象 當然你會申選說 這位對象對你有沒有好感 你要借錢是不是方便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真的 葉女她長相是滿清秀的啦 然後對一個清秀 然後又經濟狀況不好的人 然後長相不錯 然後經濟狀況不好的人 要借錢 我相信會比較方便 有這樣的紅粉知己 張俊元每次借錢都很爽快 陸陸續續也借出了好幾百萬 甚至還介紹知名的易平家于百林 也借她800萬元 千千厚厚一共累積了1600萬元的債務 而這次呢疑似是張俊元 催債太急 讓葉婷瑜興起了殺人念頭 死者他本身就催討債務 尤其在在要那個被殺害的那一段時間 催討債務升級 然後跟那個葉賢就拼命的討他的債 債務討了這麼急也沒辦法去那個 乾脆把他殺掉滅口這樣子 動機確認是債務糾紛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 葉婷瑜下落不明 警方這時趕緊壓著楊永德 在7月10號這一天要重回案發現場 一方面要重找相關的證據 一方面也要找回張俊元被切斷的雙手 但就在路途中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車子熄火我們就覺得怪怪 我們那時候在請那個楊賢下車說 你跟死者說抱歉 你既然殺了他你就要跟他說這件抱歉 而且要保佑我們說 順利的找到相關證物替他申約 我說今天解釁還需吸引人 既然是你發架這個案子 你必須親口跟他說 不是我們警方說100次也沒有用嗎 跟他說抱歉之後上車 車子一發就發動了 似乎冥冥之中 有死者在引導著警方 但在北宜宮這樣的深山 要找到手掌大小這樣的屍塊 談何容易 就連嫌犯楊勇德自己 也不記得到底是丟在哪裡 沒想到詭異的事情再度發生 開梅一公里 大概500公尺 就有聞到一股味道 那是那種石臭的味道 是很明顯我們警方人都聞得出來的 然後我們聞到這味道 說可能是這裡下車去看 立刻就找到手掌了 那手掌他們本來也是往山谷上丟 但是就是好巧不巧 他往山谷丟的時候被大叔擋下來 掉在大叔的底下 種種詭異的情況 順利找到已經化為白骨的斷槳 加上警方一一拿出來的證據 讓原本還想扯謊的楊勇德 最後是和盤拖出整個行凶計劃 原來當天他和葉廷瑜把張俊仁約出來 就已經是計劃好要用硫酸殺人面師 當時車上由葉廷開車 而楊勇德坐在張俊仁位置 副駕駛座的後方 雙方談判破例之後 楊勇德立即亮出了美工道 抵住張俊仁的脖子 說葉廷瑜要我壓你 不要動不然我就劃下去 接著他們抵達產業道路後 還用鐵絲套住他的脖子 這時兩人目露凶光 殺了張俊仁 楊先生說他的膝蓋頂著椅背 因為女孩子手沒有不夠力 所以說他膝蓋頂著椅背 然後再用鐵絲往後拉扯 去鎖死者的喉嚨 把勒閉了 勒閉之後 他們為了要毀屍就對了 然後來躲避我們警方的追查 他們就決定把他身上 所有的東西都 譬如說衣服啦 譬如說飾品啦 都把他清除掉 最後為了把我們對指紋 他要把他的手上給切掉 葉女非常狠 他就把他下了車以後 開車門把那個 那個死者把他拉下車 然後再支持楊先生說 可能沒辦法融絲 所以說我們去把衣服脫掉 把手上砍掉 其實他當初戴美工刀 是準備要分 因為你融絲 雖然是要融絲 但是你那個桶子不夠大 你一個人撞不進去 他是準備把它分濕了以後 再融絲吧 但是光哥哥手掌 這已經很廢視的事情啦 已經確定整體殺人案 是由葉婷瑜來主導 但機場已經讓他脫逃過一次 要再逮住他沒那麼簡單 警方這時公布了他的照片 並發布通緝專刊 希望能把他逼出來 他本身是非常狡猾的一個人 因為他有一陣子躲避在 女子三溫暖以後 網卡裡面 然後女子三溫暖是 說真的我們警方要進去 也不容易 也不方便 就在警方緊迫盯人一個月 加上斷絕他的經濟來源 葉婷瑜幾度透過律師 聯繫檢警表示要投案 甚至還傳真到各大媒體喊冤 但他就是不出現 三番兩次的致電到地檢署 或者警察局來說 他想要投案或怎麼樣 然後就是釋放出一個假槍認為說 他就是要準備來投案 然後來讓我們警方鬆懈下來說 他要來投案了 我們就不要那麼積極追他 葉婷女子交往十分複雜 個性非常狡猾 不但跟遭到斷掌的張姓 死者有巨額借貸 雙方戶籍還在同一地點 甚至案發後還有高人指點 要他傳真給媒體 第一章就是表明 將要自行前往北檢 釋清案情並且附上簽名指紋 利用傳真告訴媒體 人不是他殺的 把責任統統推給陽性男子 因為當時自己根本沒下車 不知情 還強調是遭到栽贓嫁禍 更誇張的是葉姓女子還公布 所有債主姓名想要博得同情 葉婷瑜三番兩次地跟警方 玩起了躲貓貓遊戲 最後終於掌握到他 8月5號即將在北檢出現 警方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派人埋伏在北檢 直接將他逮捕歸案 妳是不是有冤屈要說 對 我要說 妳要說什麼 妳要說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有叫車 沒有進行公謀 預謀 什麼都沒有 報章雜誌寫的都不是 都不是 教說的嗎 都不是 好像陽去陽跟什麼關係 沒有房貨的關係 那他今天死了沒上車 就會覺得很奇怪 他就說他是淹網 對 他要去投案 我說我有幫他申請歸案 今天早上就是要帶他去地檢署歸案 怎麼歸了又到清點分級做譬如 初步征訊他承認和這個死者 張俊元之間有這個金錢借貸的糾紛 和另一名在押的主權陽信嫌犯 共同犯下這起殺人的命案 葉庭瑜隨即遭到收押 但也不能發現即使他落網了 也不打算承認自己有犯罪 反而在法庭上一口咬定 兇嫌是楊勇德 而當時他只是在車上 什麼也不知道 而楊勇德則是多次的公辭前後不一 充滿了矛盾 最後兩個人互控對方 才是那個殺人魔 就連到底是誰使用鐵絲 把張俊元勒死 竟然雙方說法都不起來 最後判決書上也只有這樣寫 由葉庭瑜與楊勇德 共同以不明方式悶疫張俊元 窒息休克死亡 最高法院認為這兩個人根本就沒有回憶 最後一殺人罪嫌 判葉庭瑜無期徒刑 齒奪公權終身 而楊勇德則是被判刑19年又6個月徒刑 齒奪公權10年定宴 我覺得判得是太重了吧 其實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在主謀 犯罪最重要的一個犯意 你到底要為什麼做這個事情 犯有什麼好處對不對 兩人被關進監獄10多年 楊勇德突然劇狀提告 說當初協助棄師的那輛轎車 是他幫葉庭瑜繳的車帶 但最後檢方已沒有證據不起訴 這起殺人案最後讓兩人反目 您認為誰才是殺人兇手呢 葉庭瑜與楊勇德被認為是男女朋友 但葉庭瑜卻周旋在多個男人之間 所有女生的債務卻是由這男友協助殺人 是誰在利用誰呢 歡迎有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會一一回覆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